其實有些東西是一定要背的 我就很反對那些人 因為你說不背書 你如果讀中文學不背書 你不如不要讀 你詩詞那些那麼漂亮的 古文那些那麼漂亮的編章 你不去念它 你念它之後 那樣東西成為你自己的一部份 你隨時說話也好 寫文章也好 就會出來的了 現在說完全不念 其實不念是不行的 是香港歷史學家 曾任香港歷史博物館總管長 他精通古今中愛歷史 為何他會最新歷史研究 越來越少學生選讀歷史科 問題癥結在哪呢 如何才能提升年輕人對歷史的興趣 他親身帶隊行墳場 從中帶到多少香港歷史給人知道 將大半身奉獻給歷史研究 對他來說 歷史的意義又是什麼 歡迎收看恆傳錦然 我們今天請到的嘉賓 可以說是一本活的歷史書 不單止這樣 他還專長在文、史、哲、美術和藝術上 他就是丁辛炮博士 丁博士很開心見到你 歡迎丁博士 我先跟你說一下歷史 我記得我們讀中學的時候 對歷史科很有興趣 又要讀中史 又要讀世界史 中史就由夏雙周讀到唐宋元明清 世界史就由羅馬帝港 一直到第二次大戰 很厲害 我以前也喜歡讀歷史 但為何近年 是不是現代人對歷史的興趣下降了 我想因為現在吸引的東西太多了 其實我們讀書年代的科目很少 但現在的科目多很多 我想是吸引他們的東西多很多 使他們可能部份人的興趣就轉到別處 就變成不是歷史了 很多時候我都會去中學導演說 譬如說 其實我都是銷售人 我在推銷歷史 他們說沒什麼興趣 因為很多學生反映都說很悶 其實我想有幾個問題 第一 歷史作為一個科目 在中學裡面讀 因為要考試 所以他就有壓力 有壓力的東西 你就不會讀得好 老實實 他有一個要跟著某一個圖案來讀 你要考高分 在這樣的情況下 讀到下也可能沒有趣 另外一個問題 我想其實在老師身上 老師有很大的責任 老師責任很大 老師是否可以將他要教的東西 自己吸收 就是用會貫通了 然後再用一些比較生動的語言 我想這是關鍵 否則他是照本宣科 課本的參考書是這樣讀 他這樣讀 其實怎會不悶 其實一定悶 所以我覺得 很多時候我都跟中學生說 歷史是自己有趣 但歷史作為一個科目 他的確可能會覺得很沉悶 怎樣去教呢 其實很重要 剛才丁博士說 教歷史 你知道很多人會覺得歷史很沉悶 所以教法 那些老師教法 一定要經常去做一個變更 才是最重要的 我想老師有兩件事 第一就是 他們一定要更新自己的知識 是 因為我知道有些老師教了幾十年 特別是教了很久 其實你就用回那套東西 年年就用回那套東西來教 但很多對歷史的詮釋 其實這幾十年的變化都很大 即是就算內地也好 他們有很多的看法都變了 即是跟以前不一樣 那你就要跟上去那個時代 譬如有些新的材料發現了 是吧 以前我們有些東西 經常都譬如誣吐袁世凱 總之看到袁世凱一定是奸 現在發現有些東西真的不跟袁世凱試 這些有些是新的發現 我覺得無論是教育局 就是負責歷史科的 或者是中學老師 其實都需要與時並進 在這方面來說 就是他們的知識 丁博士剛才說 很多學生會覺得歷史很沉悶 確實很多年青人會覺得 歷史又難記又難明白 很深 你覺得這會不會是其中一個原因 令到歷史科不受重視 如果是這樣的時候 怎樣去提高年青人對歷史的興趣 特別是香港歷史和中國歷史 我想中國歷史的確挺複雜 你說回頭是挺複雜 正如趙生正所說 由下三周開始 其實比夏孫士還早 由神龍士復世復世一邊說起 或者由舊世氣時代 新世氣時代 這樣說起其實是很長的 我們的歷史是複雜的 我們的朝代非常多 我們回頭看土耳其有多少個朝代 原來土耳其由有歷史開始 它只有三個朝代 就是這麼簡單的 而我們已經長到水蛇春這麼長的年代 每個年代又要研究它的性衰 有什麼文化特色之類 變成經濟 軍事 怎麼會不複雜 一定是很複雜的 所以我覺得其實一個問題就是 會不會將課程整合得比較好一點 就不要這麼膽雜 就是那個時間一方面 就是那個時序很長 另一方面要讀東西非常之多 所以就其實真的記不到 我就覺得其實有時 就是以我自己為例 我覺得其實是可能可以將 歷史不同的時代分成不同的時期 每個時期有些什麼特色 就不需要每一個朝代這樣來讀 可能會更好一點 是呀 是呀 因為我們近時讀最辛苦的 就是記每個朝代的 碎制 兵制 土地 很多東西記 還有文化 太多 還要背 我就真的用背 其實丁博師 其實有些東西是一定要背的 就是我就很反對那些人 一邊說不背書 就是你如果讀中文學不背書 你不如不要讀 是不是 你詩詞那些這麼漂亮的 古文那些這麼漂亮的編章 你不去念它 你念它之後 那樣東西成為你自己的一部分 你隨時說話也好 寫文章也好 就會出來的了 現在說完全不念 其實不念是不行的 譬如說歷史為例 我自己覺得 其實我們可以重新去 再去看整個文章 譬如說 有些年份 重要的要記 但有些老老實實 唐朝什麼什麼 甘露之變 有些很無厘頭 我覺得什麼什麼之變 除非是很重要 否則就 未必需要讀 特別一些關於朝廷裏面 互相傾摘 其實是沒有什麼意義的 我們要記一些大的年份 譬如說秦始皇統一 全中國 公元前二二一年 當然要記 一個統一的王權的出現 公元前二二一年變得很重要 另外一個 我經常記得一年份 我想我們都要記得的 就是公元751年 我想知道這一年的人 非常之少 但是這一年裡面 可能連歷史都不教 但是這一年有什麼重要 這一年就是唐朝的所謂 就是塔羅斯之役 就是The better of Thales 塔羅斯哪來呢 就是哈薩克 其實就是阿拉伯聯軍 和我們唐朝的大軍 在那裡打了一場仗 我們輸了 我們輸了 那個影響大到什麼程度呢 阿拉伯聯軍其實就是帶著伊斯蘭教 我們輸了 於是他們就將整個伊斯蘭教 直捲全個中亞世界 直捲全個中亞世界 我們就切分入我們自己的中國 但是我們從來不讀這些東西 但是如果你看到 無論由中國史 在世界史來說 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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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注定了伊斯蘭教 直捲整個中亞世界 一直到我們的新疆 所以我們一方面又發生安事之亂 因為755年我們有安事之亂 所以我們就放棄了 對於西域的控制權 於是我們就撤回來 那些阿拉伯兵就不斷湧過來 原來真的聽博士說的故事 真的很吸引 博士,追尋歷史 其中一個途徑我相信 就是去博物館 一說這個問題 就有點唏噓 因為很多時候 博物館要看我們中國最珍貴的文物 可能就要在外國的博物館 有兩種說法 有些人說 舉例,大英博物館 他說這個是賊鬥 基本上 是賊鬥 埃及、印度、中藏 沒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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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另一種說法 西方幸好 他保存得好 那些東西 後人就有得看 如果不是他建了博物館 可能東西都會失落 其實哪種說法 對些 這兩種說法 都有對的地方 亦有不對的地方 我想這個問題爭辯了很久 其實我想是沒有一個標準答案的 但我自己就反而會覺得 最重要的是文物本身 那個文物放在那個地方 多人看 而它是陳列得好 保管得好 我覺得這件事可能是比 任何其他東西都重要的 即是它是一個最好的 譬如說它恒溫恒濕 即是在那個陳列那裡的 條件是非常好的 或者它擺得好漂亮的 或者它配合的活動很多 即是等等 而那裡又是一個 很多人去的地方 對於那件文物本身 它多些人欣賞 或者去appreciate 其實我覺得是 可能會是更好的一回事 因為當然 這件事我想咬到天亮 已經咬完了 有民族感情 其實這也不只是我們的問題 譬如希臘 我知道希臘和大英博物館 都爭取了很久 他們最初 大英博物館就說 你不行了 你的展廳都在我那裡擺 誰不知希臘 我已經擺了全世界最美的 一個展廳在那裡 你還給我 這類的事情 其實是爭取不完的 丁博士 如果不認識歷史 會有什麼後果 不認識歷史 不認識歷史 就會重蹈覆跡 我們經常說的 歷史是以此為監 或者是溫故之身 所以其實什麼叫歷史 這個很有趣 其實我們坐在這裡 前一刻已經是歷史 所以黃金武教授說的 就是他想不到 哪一件事會沒有歷史 我們這樣看的時候 大家會對歷史的認識 更加深刻一些 就不是純粹是課堂上面 教的一個科目 而是所有東西都有歷史 每一個人 你有自己的歷史 其實歷史無處不在 可以這樣說 最近的巴勒斯坦 和以色列的爭拗 100%是歷史造成的 你不看歷史 你不知道為什麼會造成這樣 或者可以在那裡 才找到一個解決的方法 政雲 我們一直說 歷史一直下來 如果我們要欣賞 譬如舉個例 香港要搞一個小故宮 我們要引入一些 譬如香港人可以看到 一些國寶級的文物 對認識的歷史 或者欣賞藝術的水平 和知識 是否因為這樣 所以可以得到提高 其實你說是有得 你說不一定有得 其實當然 因為我們應該明年年中 我們會有個 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 其實很多 基本上是很多 很珍貴的文物 都是來自故宮 我想當然 我們有個這樣的展覽 有這樣的博物館 是展觸故宮裡面的珍藏 裡面的東西都很有代表性 其實我是這樣看 你純粹擺在那裡 沒有人認識的 其實都是要看你那個 如何去介紹那個文物 還有有什麼教育活動 可以配合給那些中小學生 他們就可以先認識那些東西 先不要說欣賞了 首先認識 譬如說他們將會有五牛圖禮 你首先認識到什麼叫五牛圖 為什麼會有五隻 為什麼會是唐詞畫五隻牛 韓房有什麼背景 或者大家都記得十幾年前 不是有一幅清明上學圖禮嗎 是的 很空洞 清明上學圖禮 一來就是那幅畫本身很吸引 因為那幅畫很巨像 是容易欣賞的 因為它不是一幅山水 很多人都去活動 譬如說你以清明上學圖為例 就是一個很典型的例子 你就會欣賞到 宋朝變經的情況是怎樣 我們經常都說宋朝很弱 但是原來我們的經濟發展是非常好的 特別是都市的經濟 所以你會看到它的首都汴京 就是今天開封 原來一個這麼繁華的 那個是很直觀的 不需要再解釋的 你用長篇大論都沒有用 但是小朋友一看 很繁華 這個有什麼店舖 其實已經很有趣了 其實這是一個很好的入手方法 但是至於你說 譬如說山水畫 這個就沒有這麼簡單的一回事 這個可能就要跟中國的哲學 文學結合起來 你就可能會更加欣賞 什麼叫山水畫 因為這個山水畫 其實中國人畫的山水畫 不是一個自然風景的畫出來 而是它背後有它自己的一些想法 其實它是將它自己的想法 擺在那一幅山水畫那裡 這個就不是那麼容易 可能是中師學生那麼容易 可以領略到 但我想到大學生應該會認識到 你認識到老莊的哲學 你就知道山水畫是怎麼回事 就是拆剪、導遊那是最重要的 其實最重要的是怎樣拆剪 用什麼方法 讓人們最容易明白 你那幅畫也好 你的文物也好 譬如說一件瓶器 一件瓶器 你可以說它的技術 怎樣燒造技術 不如鬆弛 去到很高的成績 譬如說語耀 你就可以解釋 譬如它為什麼會這麼難做 為什麼那時候燒出來 或者是配合那時候的整個社會經濟 你就會看到很多東西 所以其實拆剪是很重要的 不是純粹把故宮的東西 拿出來擺在樹上 就一定會很有教育意義 其實要配合很多的活動 無論是剪片的詮釋 或者配合的活動都很重要 喜歡明家分析 記得按LIKE和分享 支持和訂閱卓健明家 最緊要按這個小鈴鐺 這樣就不會錯過我們的新片